网上有人发了个帖子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探讨一下 是对比比亚迪琴plus和香奈儿CF小号的包包的 前者是7.98万元 后者是8.08万元 帖子里边还特别的提到 香奈儿在3月27日如期涨价了 迎来了2024年第一波大涨 CF小号经典手带已经突破了8万元 比一辆比亚迪琴plus还贵呢 大号香奈儿CF已经突破9万元 然后以此总结出了一句经典评论 说这就是中国制造与欧洲制造的差距 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 更加体现在品牌的附加值上 然后评论区支持的也有不少 说香奈儿只是人家的一环 人家法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很牛的 都理直点看问题好吗 看到这个评论我就想问一句 比如呢 是航母造的好还是战斗机造的好 怎么说呢 不需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客观来讲 只要不跟我们中国比 法国还是可以的 最近他们也挺出名的 要开奥运会了不是 大表哥去旅游了不是 还有啊不能否认他们香水的水平 毕竟那里是真的臭 需要这玩意不是吗 所以咱们大家看到这个帖子呀 不要阻止也无需嘲讽 就让他们继续造包包香水 我们呢继续埋头的干工业抓科技 大家嘲讽的声音太大了 万一把他们吵醒了多不好啊 懂的人都懂啊 奢侈品不就是一些人吵起来的吗 不是说他没有用 他毕竟是方便有钱人 分辨你够不够资格 拿到他们社交圈的入场圈的 不是说好了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吗 只不过啊 关键时刻在战场上 人人配个名牌的包包 好像挡不了枪林弹雨吧 有人说不用报告啊 他们已经举包投降了 我看评论区呢 有人拿茅台说是 这晚上要是台杠的话啊 其实我也不懂82年 到底生产了多少拉费 怎么就那么多人在喝都喝不完呢 有网友说突然感觉看到这包啊 好像茅台都有性价比了 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吧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是我感觉也挺说明问题的 大家想想啊 咱们国内包装炒作的能力 在他们外国人面前 比好像差了不少啊 感觉就好像咱辛辛苦苦的造车 转身被一个包就给收割了 但是道理呢也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没什么可难过的 一方面你不买呀就收割不着你 谁买谁被收割 人家乐意咱也管不着对吧 另一方面呢 因为制造业都是一点一点升级起来的 您看咱们以前呢是造小商品的 现在造汽车了 还造高铁飞机航母呢 你说多牛吧 未来呢我们要想的话 也可以卖点奢侈品 炒炒概念给想花钱 想搞面子工程 开开心心包装自己的人们一个机会呗 这没什么不可以的 我不买别人爱买呢 跟我也没啥关系 我们以后要想的话 也可以炒作去挣智商税嘛 可是他们现在做奢侈品啊 想再回去造汽车卖汽车 可就太难了吧 所以呢性质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 真没什么好羡慕他们的 其实我感觉吧 咱们国产的包质量好的也不少 样式好看的也很多 只是我们国人有很多 旧任那个外国的商标 就像之前我讲过的什么胶带手镯子 那玩意儿呢也有人花大价钱去买 所以今天说的帖子里边提到了产品附加值 我觉得也有点道理 我们是要把这个也做上去 转变一些人根深蒂固的重庸媒外的心态 并不容易 但是咱得一步不来吧 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 提高我们自己家品牌的知名度 既然华尔布什的宣传呢 咱们不是那么的擅长 不如把精力就放在提高品质和性价比上 比如现在在国外啊 咱比亚迪的知名度和口碑是越来越好了 我在澳洲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外买比亚迪的车 而且好评如潮 品牌效应都是一点一点的提升起来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终有一天我们中国制造的名声 我们国产品牌的口碑都会越来越高 到时候看看是谁更牛 所以欧美爱弄奢侈品就去弄没关系 其他的交给我们中国就好 最后分享一位网友的优质评论 法国制造停下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吧 千千万的百姓要的不是8万块的包包 而是物美价廉的代步工具 人民群众要的不是大国制造 而是小民幸福啊 看在我们如此体恤外国友人心情的份上 那些精神外国人们可否停止造谣 不要继续误解我们不满意 他们造包包香水了 我们是支持的 据说巴黎的工人兄弟 在看到香奈儿的包包之后 都很自信的抬起了头 对自己的老婆说了句 等着给我一年的时间就能送你一个 周末你背着包包 咱们还去塞纳河边 骑个单车再吃个浪漫的法式大餐 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这时候咱们这高档香水再一喷 说外国空气香甜 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怎么样朋友们 最后我这段话有内味了吧